中餐厅赵丽颖因吃香饮争议,张亮替她解围,这届网友真言得,中餐厅第四期才开播没多久,就话题不断,前有黄晓明脱装,赵丽颖焦虑倒顾,现有赵丽颖吃饭的时候不停地翻彩,吃相不太有眼,网友们迅速扒出赵丽颖以前参加综艺节目,或者在电视剧中的吃饭尽头,发现赵丽颖确实很喜欢翻彩,吃瓜群众甚至把赵丽颖以前上综艺节目喝水, 赵丽颖的照片也翻了出来,很快大家便为赵丽颖贴标签,尽管赵丽颖粉丝晒出截图说是恶意剪辑,替她感到委屈,但还是争议不断,担任中餐厅厨师的张亮很快发文帮赵丽颖解释,拉倒一波好感,大意就是厨师切得小,碗也比较深,大家怕浪费才这样吃,中餐厅是赵丽颖付出的第一部综艺,这是一档非常考验体力的节目,赵丽颖在节目中干了很多活,累了一天, 肚子很饿自然不会注意什么吃相,吃个冒菜,拔拉一下菜,真的没必要质疑她没素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